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老师 绝剧作为唐诗最重要的诗体之一 大约占了现存唐诗比例的四分之一 全唐诗收录了近五万首诗 其中就有一万多首是绝剧 可以想象这种诗体受唐人喜爱的程度 绝剧系列视频中 蔡老师已经带大家读了很多首绝剧诗歌 但今天蔡老师要带领大家了解绝剧的基本理论 绝剧与律师的关系十分密切 律师的体力我们已经很熟悉 绝剧与律师一样都有固定的句数 使用的平则格律也是一样的 因此静体诗的概念在明代音韵而生 来统称律师和绝剧 而不入格律的诗就叫做古诗 那么绝剧与律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古人很早就有意思辨诗这个问题 唐代有称绝剧为小律师的说法 到了宋元时期 文人尤其注重诗歌表层结构的分析 发现绝剧两年组合有四种形式 而每一种都可以视为从律师七连切割出来的 恰好 绝和节的发音在中古近乎相同 如今日粤语的发音所示 剧和锦 因而将小律师命名为绝剧 再从节剧来说明它是从律师分割出来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南宋范鹏总结了一套 节律为绝的规则 他说 绝剧者 节剧也 后两句对者 是节律师的前四句 前四句对者 是节律师的后四句 四句接对者 是节律师中四句 四句接不对者 是节律师前后四句 我们可以把范峰的观点称为三切法 就是说将律师结成绝剧 只需要三刀 就能够得到绝剧四连的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首先在律师中间切上一刀 就同样形成了两种绝剧组合 一是只保留律师的上二连 这样一来 绝剧就形成了上连部队偶 下连队偶 如孟浩然 苏建德江 宇州伯燕主 日暮客仇心 野矿天低树 江青月静人 二是只保留律师下两年 而绝剧就形成了 第一连队偶 第二连不对偶 如李白 独坐静庭山 动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前 相看两不宴 只有静庭山 还剩下的两刀怎么切呢 很容易 一刀将律师的手连与余下的三连切开 另一刀将尾连与上面的三连切开 这样切完两刀就可以得到另外两种律师的组合形式 第一种是律师的手连和尾连拼接起来成为一首绝剧 这种绝剧 全手不用对偶 就好似行云流水一般 一句接着一句的线性结构 如名诗敬业诗就十分典型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诗故乡 整手诗是诗人半夜起床的一系列动作而引发的思念 大家注意到 此诗伟连中的举头和低头不是对偶 而是古诗中常用的重复 第二种的组合方法 是将切开的手连和伟连全部去掉 只剩下中间的两年 也就是汉连和景连 这样一来 所形成的绝剧 就是两年队偶式 由于全师使用队偶的限制 此类绝剧的名作较少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杜甫的绝剧 两个黄历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破东吾万里船 诗人站在一个不动的定点 从远近东西四个方位观察 整手诗虽然工整而轻利 但却缺乏了运动发展的态势 因此 快制人口的绝剧 尤其是七绝剧中 很少两年四剧都用 应该说 范碰这种三切法 是慧眼独具的 很好地总结了绝剧 和律师结构上的内在关系 这在教学中十分好用 老师可以很快地让学生 掌握了绝剧四种不同的结构 另外 唐代还有一件奇人意识 能从侧面反映出 绝剧为绝 这种说法 不是空穴来风 傲气的诗人竹勇 在应试时 本应该写六运十二剧的排绿 但他写了四剧就交卷了 老冠问他 他却很酷地回答 意尽 意思是四剧已经足够表达诗意 这首英式排绿的诗 于是出其不意地结成了一首绝剧 首联部队偶 四联队偶 此诗名叫中南望于雪 写得极好 也很有名气 接下来我们先看此诗 四剧的组合 中南阴领袖 鸡血浮云端 林表鸣鸡舍 城中争悟寒 不过 范鹏虽然点破了 绝剧和律师形式上的关联 但却忽利了一个问题 是先有律师 还是先有绝剧呢 范鹏将绝剧看作从律师 结局而来 这就表明他默认是先有律师 后有绝剧 真是如此吗 到了清代 律师先于绝剧这种说法 遭受了很多说事家的批驳 他们从诗歌发源的方面提出质疑 从汉代岳府歌谣 南朝子叶歌连剧 其两五言诗 找到大量诗原短诗的例子 因而论断是先有绝剧 后有律师 从而推翻了绝剧 由律师掘来的观点 罗根泽先生 对于清人的观点 做了很清楚的书里 写下了著名的论文 《绝剧三元》 关于绝剧和律师 随先随后的争论 其实涉及到 古诗和进体诗的关系 绝剧是多元的 它既有古诗的因素 也有棋梁队伍剧的影响 因此 王立先生将绝剧 进一步分成古诀和金诀 古诀不光可以不用队伍 而其用运也十分不同 如孟浩兰名师 村民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这一首快智人口的绝剧 用的全部是浙生运 所以称为古诀 至此 节律为绝一说 就诗歌发源而言 是错误的 古诀 绝是先于律师存在 明人确信 绝剧早于律师的出现 那么自然就会引出 另外一个逆向的推论 也就是律师 是由绝剧扩张而来的 晚清董文焕就说 概绿由绝而增 非绝由绝而减 绝剧云者 单剧为剧 剧不能成师 双剧为连 连则生对 双连为运 运则生粘 剧法平则各不相从 无论古律 粘对连运 都必须四剧而后背 故未知觉 从而递征 虽百运也可以 而断无可灭之理 这一论断 用于解释 律师平则格律的形成 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 律师偏法结构的形成 是如何解释呢 假若用绝剧拓展说来解释 只要处处碰钉子 以失败而告终 四剧的绝剧 扩展到八剧的律师 最自然的途径 就是将自身的形式 重复一遍 正如董文焕所言 这种自身的重复 在律师的格律中 可以找到实证 如这个图表表明 所有格律的形式 无不是从绝剧格律 乘以二而成 然而 假若我们如法炮制 将绝剧的四种结构 各自重复一遍 那所得的形式 与律师的格律 相取甚于 两年 不对偶师重复一遍 也就成了 不对偶的八剧的古诗 如李赫的梦田 两年军队偶师重复一试 所得的是最少见的 整守队偶形式 上连队偶 下连部队偶 重复两次的现象 无论在古诗 还是进几诗 都无法找到 同样 上连部队偶 下连队偶师 重复两次的现象 无论在古诗 还是进几诗 也是无法找到的 终上所著 我们就注意到 两个有趣的矛盾 首先 说决句 由律师分解而成 这符合形式 由凡道检的逻辑 也能解释 决句所有的结构 但却与诗歌史的 历史的证据相背 相反 根据诗歌史的文献 似乎推断 律师是由 绝句扩展而成 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依照文学形式 由简道凡的发展逻辑 却无法从绝句 推演出律师的结构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决句与律师的关系 是不是英文中所谓的 chicken and egg question 即鸡和蛋 最初谁生谁 这样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并非如此 还是可以找到 解决此难题的方法 自己相关的想法 在成熟后再分享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有关绝续艺术的讨论可参阅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 作品导读第十章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 诗歌文化 以及语法语诗境 作曲统艺术的讨论可参阅